大非安天下 真是好了 星期六日 生意淡薄 可以靜心地做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收市有了少少回升 如果以过去28天来说 我多了10万m 真的多谢大家 未来四月份不会去旅行 因为我儿子不赚错我 说回节目 蔡英文的后续 这样利剑 现在中国 开始连续三日的军演 这个军演 其实就是 对蔡英文过境美国 大家都知道 喂 美国 你反制它没意思 你又不会真的派军舰 去到夏威夷 去到关岛 跟着在那里军演 去吓美国佬 那怎么样 出气的永远都是向着台湾 但是现在你又要明白 2014年的总统大选 国民党正在整合 那当然了 在我心目中最好就能够有 郭台铭 看看这个 十大富豪 台湾的 怎么样 各出其谋 争取胜利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现在很强硬地对台湾 第一 未必有用 就是好像一个免疫力 那样 哇 好像刚刚有新冠的时候 哎呀 好可怕 死了死了 不要出街了 整个 好像死成那样 接着久而久之 哎呀 戴口罩啦 是不是 打疫苗啦 打了几次疫苗 戴完口罩 觉得不外如是的时候 接着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事实上 中国 不停地军演 军演 军演 我相信台湾人都很麻木 好像连回应都懶事 因为为什么 你问台湾人 哎 天天都是的 喂 影不影响你吃肉啊 有没有花少点钱啊 没有啊 是不是好味呢 是啊 那军演啊 那军演都是这样的 由佩洛西 上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 已经是 设立了个包围网 也都曾经一次军演 是封了整个台湾周边 就是说包围网 希望用这样的军事打击 去恐吓台湾 令到台湾知道 你是祷告 只要我跟你封锁了你 对外的来往通道 那你就会投降 一次的军演做了出来 很可惜 当日美国的第七艦队 虎视眈眈 两艘航母 都摆了在这儿 结果不了了之 到今天蔡英文更加大胆 跟着中国 只能够是什么 就是解放军东部战区 作出回应 宣布从今天开始 一连三日举行 环台军演 即是说包围整个台湾 军事演习 还是实弹演习 由星期六起 一连三日 进行环台军演 战局发言人 施毅表示 将在台湾海峡 台湾北部 南部 和台湾本岛 以东海空域组织 环台战备 以及进行代号 联合利剑演习 却是亮剑 这个行动 是对台湾 台独分裂势力 与外部势力 勾结挑衅 作出 严重的警告 也是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 必要行动 另外 福建海事局 早前也都宣布 从星期一起 即是明天 早上七点 至夜晚八点 在平潭 长江澳附近 水域实弹射击 根据官方公开的画面 今次演习采用 多兵种联合演练 除了出动战机 轰炸机 和空中加油机之外 海军护卫舰 和导弹快速舰 也进行偏对训练 而东部战区的火箭军 也有参与演习 对于大陆在台湾周边 执行战备警巡的演习 台湾军方表示 以运用联合情报监测 侦察措施 掌握区域周边形势 持续保持高度警告 更加表示 今次解放军的行动 值蔡英文过境美国为理由 以严重破坏地区和平 以及稳定 以及安全 将以不声高冲突 不引发争端 为原则 警戒监控 据台湾传媒报道 台南嘉义和台中 分别有战机 升空戒备 两岸关系紧张之制 美军的第七艰队在社交平台发布 多张核动力航母 尼米之号舰上的军机 演练的照片 而地点 则注明 艰队战斗群正在东海附近 那不单止这段影片 其实呢 昨天传来了另外一张影片 这段影片 或者这张照片 就是蔡英文 和国防部 就是台湾的国防部 和有些政府的官员 他们坐在一间 会议室里面 看着电视 看着所有所有大陆 围着台湾的军演 而更重要的 就是你做任何事 美国佬保卫台湾 已经大量的 所谓航空母舰战斗群 就在外面等你 因为为什么呢 尖头正如我刚刚所说 如果你不停地军演 台湾人开始没有感觉 当台湾人没有感觉的时候 或者觉得 天天都是这样的 有什么那么出奇 那只要中共突然而来 发动攻击的话 这样对于台湾来说 就是打个措手不及 所以你看到蔡英文 昨天 可能是一个战程室上高 看着这个军演 我觉得台湾和中国 中国不会打 不会在这个时候打 2027年会不会打 我不知道 但是短时间里面 尤其是中国的经济 差到这样 是没有能力打这场仗 而更重要的就是 美国已经万全的准备 连三个小时的动员都已经做了 就是只要你一攻击台湾的话 三个小时内 美国就会断绝和中国一切一切的联系 无论是金融 经济 军事 直接就打击中共 你把牌放了出来 就是为中共画一条红线在里 那中共会不会过 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有本事过 这个才是重点问题 不代表习近平不想武统 是有没有能力武统的意思 而所谓的亮剑 真的拿了把剑出来 这次包围 到最后 明天 复活节过后 那又重新开始 除此之外 还没见到台湾政府 或者各方面 各方面有任何的反应 其实台湾处理这些事 他们很明白 他们会派战机 护航 就是你来 我就派两架战机监察你 你有军舰在外面 接着我们就有海巡船 在附近看着你 再加上美国 加上就是说GPS 雷达各方面监控着 就是不要让他们擦枪走火 但是台湾处理这些事 由蔡英文这一次连任 你看到他是很低调的 他只是重新几句说话 就是台湾和中共互不从属 我们两个个体来的 你又不是属于我的 我又不是属于你的 你又在我里没有管轄权 我更加不会理你们的事 就是做自己的事 用这样的方法去低调处理了 台湾和中国的问题 到今时今日他都是 我做自己的事 我不会大事铺张 我不会说 哎呀我们有重大胜利 我现在见了 美国的麦卡锡 我们已经签订了大量的协议 没有 蔡英文就是用时间去换空间 什么做什么做 但是不张扬 低调 令到中国没有能力 或者没有一个大的借口 去攻击台湾 这个就是蔡英文的策略 至于你量不量剑 我相信民进党 已经有了他们的盘算 以前民进党是不要什么 台独 现在他告诉你 没有台独 什么台独 中华民国在这里 1912年就在这里 过百年历史 我们什么需要独立 我们就是中华民国 以前的去中化去掌化 但是蔡英文很简单 他也都令到台湾人 或者令到习近平 没有办法下手 就是他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道统 依然在这里 1949年 只不过是大陆政权逆手 跟台湾没关系 他就用这一种的方式 就已经告诉你 事实上中华民国 就是独立个体 所以你不会见到蔡英文说 我们台湾要独立 为什么 因为他不需要了 他已经既定了一个说辞 而这个说辞 也都令到中共 没有办法下手 因为 难道中华民国 不是在这里 当然了 他们可以叫做 台湾省的领导人 但这种自欺人 在中共自己本身都不合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 得到大家的支持 可以给个like我 手指公 可以分享出去 可以 科金 就是给打赏 可以加入会员和比赛 其实我对比赛会员一般的 这两天他们会拍一条片 教大家 怎样可以加入会员和比赛 希望可以 令到我自己的收入 可以稳定 再加上 欢迎大家 请大匪喝杯咖啡 而我们每条链下来 都有我们生活王国 的货品产品 在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